我的天哪 把香皂放进微波炉里加热 最后就会变成一个 一辈子都用不完的云朵香皂 把香皂放进微波炉里加热 就会变成一辈子都用不完的云朵香皂 我用了十几年的香皂 这件事我都不知道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这辈子都不用卖香皂了呀 眼见为食 咱们去买香皂 哇 那有什么好看的呢 我要这个红色的 那我要来个黑色的 绿色的也不错呀 我们买的香皂 超级香的香皂 红十六这款里面就是红色的哟 茶树油味的是绿色的 主板款是黑色的 用它们做出来的云朵香皂 应该是三种不同颜色的云朵吧 好期待啊 咱们赶紧来试试吧 烤箱来了 咱们现在是一块绿色的 开烤箱 咱放进去 咱们就静静等待着它跟着云朵呢 给你看到有没有变成云朵 这怎么还是原样啊 哇 那它变得超多 是不是这一块绿色的不行啊 咱们换别的样子试试吧 那就用这款烤箱的吧 把它放进烤箱中 继续烧一块香皂的丁 这次我们设置二十分钟 继续等待 好了 赶紧打开来看看 啊 怎么还是老样子啊 一点变化都没有 拖起来还超级烫手 不过它的背面好像糊了一点啊 笨蛋 这明明是睡的 再一放的也不行 太希望只能寄托在最后一块上了 把红色香皂放进烤箱 这次咱们把火力扭到最大 时间也来它的三十分钟 这三十分钟已经是我最后的耐心了 你最后给我赶紧变成云朵 不然我就再也不用小皂了 哎 诶 公公你看看 它好像变大了一点 它真的在腾胀了呀 嗯 继续再等一会儿 它肯定会变成超大云朵的 什么味道啊 感觉都糊了 啊 不是吧 这还是刚才那块小皂吗 到底也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小皂云怎么跟我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啊 戳起来还脆脆的呢 像棉花一样哎 我觉得它超像我吃的馒头 这是什么 难道里面还有馅 混蛋 这明明是没有融化的香皂 怎么跟包子馅一样呀 不过它也太香了吧 香到我头痛晕了 你们知道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吗